好 我們先一開始還是要聚焦在政壇焦點的部分 明年的總統大選 來關心的是現在看到侯友宜跟賴清德 兩個人在護工各自的本命區 在嘉義短兵相接 昨天侯友宜回房嘉義回家了 去參加挺侯大會 他也有點哽咽喊說 中華民國是我的媽媽 現場氣氛非常的熱絡 另外賴清德昨天上午的時候也回到嘉義去 參加了新來台灣後援會的成立大會 可是看到小姬現任立委 王美惠卻是缺席的 是不是地方出現一些分裂的情況 有沒有可能會影響到立委的選情呢 因為民進黨現在似乎要拼國會過半 有一點難度 好來看到美麗島電子報董事長吳子嘉說 如果呢這個侯柯和兩個人藍白和最終敗了 那在立院三黨不過半的情況之下 賴清德一定會來爭取民眾黨 來參加立法院長的一個選舉 也不排除會讓前台北市副市長黃珊珊來擔任副院長 好當然了 前立委郭正亮他有不一樣的看法 他說吳子嘉的邏輯是蠻奇怪的 那根本是不可能 民眾黨如果去當一個立法院副院長 那怎麼來監督賴清德呢 而且民黨現在最擔心的就是國會沒有辦法過半了 好那我們來關心一下民調的部分 根據美麗島電子報 第三十五波的一個追蹤民調 因為他們的民調是一波一波來公布的 那現在看到賴清德制度39.7% 厚友宜是20.2% 那麼柯文哲18.3% 好看到厚友宜現在的民調呢 感覺是這個穩坐老二的部分 那這個退降栗政傑他說 侯友宜警政署長的政績在基層是瘋傳的 慢慢在基層軍警之間在發酵 大家互相來傳播 很多的選票就會慢慢回歸了 好看到網友的反應呢 網友說近期國民黨逐漸展現了團結之勢 好看到厚友宜不是有宴請這個藍營的縣市首長嗎 那看到無黨籍的苗栗縣長中東景又出席等等 那感覺現在慢慢展現團結 加上侯伴接連拋出了14項的政見 尤其呢都是跟民生議題相關 所以呢大家覺得招招見血 民眾很有感 那有人覺得厚宜逐漸的找回選戰的節奏 所以讓支持率往上升 好那看到前立委郭正亮他說 別的民調呢大部分其實都是柯淫侯的 不能夠只看美麗島的民調 那他認為國民黨還要再加很多油 他說他有在接觸民眾黨 民眾黨一點都不覺得柯文哲輸給侯友宜 好我們來聽一下亮哥的分析 別的民調大部分都是柯文哲營 侯友宜 並沒有跟進啊 所以我覺得不能只看美麗島民調就 就很高興 美麗島民調事實上有一個 有一個是跟語眾不同啦 就是賴清德高到離譜 就是侯家柯還輸他嘛 這個別的民調都不是這樣啊 別的民調侯跟柯加起來都超過賴清德 大概4%到9%都有 就只有美麗島民調一直都是這樣啊 就是如果按照美麗島民調 那已經不用選了嘛 已經結束了啊 那賴清德為什麼還在緊張呢 因為別的民調都不是這樣嘛 所以我認為 我認為侯友國民黨還要加很多油啦 我跟你講我因為我有在接觸民眾黨 民眾黨一點都不覺得柯文哲疏猴有儀 我完全感受不到這個感覺 完全感受不到 那這裡面 而且民眾黨跟國民黨的距離也很遠 你也不要以為 他好像藍白河 然後民眾黨跟國民黨就沒有戒地啦 知道民眾黨裡面的人很多人 是不喜歡國民黨的 那國民黨裡面有很多人是不喜歡柯文哲的 這個是現實啊 這個要面對啊 所以剛剛大千朝會講到說 那大家就把過去的那些 自己的感受放到一邊吧 那我們這次就是為了下架民進黨 為了某些政策的追求嘛 所以為什麼大千朝會去講 共同政策綱領 因為你沒有共同政策綱領 你很難說服民眾黨 我說實在啦 那他講到那個隔回同意權 那根本不可能嘛 你去想一想嘛 民眾黨如果去當一個立法院副院長 那你怎麼監督戴欽德啊 那你這個政黨就不用混了嘛 怎麼會有這麼笨的政黨呢 這絕無可能的事啦 這已經注定了立法院 民進黨如果沒有過半 那立法院就是國民黨跟民眾黨聯合啦 因為民眾黨那個 吳子佳那個邏輯很奇怪嘛 民進黨哪有什麼權力去邀請民眾黨 組那個立法院啊 你都沒有過半誰要理你啊 而且兩個都是在野黨嘛 都是要監督民進黨政府 你未來才有發展的空間嘛 所以沒有人會去答應那個立法院副院長啊 立法院當副院長有屁用啊 根本一點用都沒有 所以這個這個邏輯真的很奇怪啦 怎麼會有這種邏輯呢 我認為民進黨現在最擔心的就是 國會沒有過半 所以賴清德今天不是在那個宗教後援會 還在那邊講嘛 說眾神戶台灣 要撥避我動算 撥避民進黨立委要過半 可是我認為他立委要過半 真的難度非常高啦 非常的高啦 所以所以我是覺得 我覺得藍白在國會的合作 應該是確定的 那現在只是說 總統在選前 大家是不是要讓這個總統合作 能夠更往前走 因為民眾黨坦白講 他的立院黨團比較弱 他的民意代表也沒幾個 那這一波這個打 這個巴西雞蛋這個案子 我認為國民黨就感覺就是一個有利的在野黨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就是未來立法院開議之後 我甚至認為這個恐怕是慎選的關鍵 就是國民黨的立院黨團從九月開始 那立法院開議大概是九月二十左右嘛 那因為國民黨真的整體比較有戰力啦 也比較熟悉嘛 那有沒有辦法在總質詢 部會質詢 針對巴西這個雞蛋的弊案 一路打兩個月 我認為這個非常重要 因為我認為賴清德坦白說 賴清德事實上 他是台獨大家早就知道了 那因為台灣支持台獨就本來就有那些人嘛 那賴清德 可是賴清德這個人不容易講錯話 他講話比較謹慎 所以他現在連記者會都不開了 他都讓那個部會首長去回應了 他都躲起來了 所以他民調要明顯的下降不容易 只會因為執政出問題才會下降 所以這個就是國民黨的機會了 就是說針對一個明顯的 很有問題的一個 我認為就是弊案 那國民黨要如何深挖 我覺得立法院最後這個會期 大概打到12月嘛 我認為是最關鍵的 就是這個 因為能夠打到 蔡英文政府的問題 大概就只有國民黨 就是他的立院黨團要發揮作用 那總質詢到部會質詢 或者是個別的立委的調查 然後開各式各樣的記者會 我覺得這裡真的不是蠻重要的 我覺得只有這個地方有機會 讓賴清德的民調掉下來 好 何維呢 昨天也是行程滿檔 桃園嘉義兩邊跑 要來拼故鄉選票 他上午呢 先是出席了桃園嘉義郎 這個嘉義人挺喉大會 現場湧入了3,000人來力挺 那麼他就呼籲說 自己人要先大團結 而根據最新的民調 厚宜的支持度開始 來超車柯文哲勒 也傳出兩個人會在10月的時候 來會面 厚宜他就強調 會團結所有的力量 來下架貪污腐敗的民進黨 對守賴清德前腳剛走 侯宜立刻回防嘉義 畢竟這一仗在故鄉輸不起 桃園嘉義挺喉大會 都湧入超過3,000名支持者 侯宜感動到鞠躬道謝 在整合之前 自己人要先團結 在侯宜民調朝車柯文哲之際 傳出10月將會有侯科會 而將出任侯宜全國進總主委的 國民黨主席朱宜倫 則期盼再也合作 咖啡到底喝不喝的陳柯文哲這樣說 就竟是競爭對手還是好戰友 柯文哲還雖然常忘記好友宜的存在 是否暗逢侯宜若民調不穩定 沒有心突破 藍白河還是會有難度 柯文哲說常常忘記你的存在 那他是不是都沒有在聽你在講證件 他沒有啦 不是嗎 選舉最怕被邊緣化 讓外還要安頓藍軍 以及找回戰友 侯宜9號跟朱宜倫宴請來營執政首長 無黨籍苗藝縣長中東緊入鎮 讓整合邁向一大步 團結所有的力量 讓我們的力量發揮到最大 還有讓議案連援 貪腐腐敗的民進黨 換政黨輪替 要自己人先壯大聲勢 後已勤跑地方 婦女青年後援會也正式成立 後已找回團結氣勢 逆轉回勢 結果香港駕馭桃園嘉義報道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異生菌 吃了兩三天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異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異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異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您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克菲爾異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異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請上快點 discrimin測捕 請下快點 搖擺 吃 頂